武当派的掌门人马贞 听周中英讲了这番话之后 哭通的一下子 这道爷他跪下了 他这一跪下 可把周围的这些人都给惊吓住了 为什么 大家心想 哎呦 这老爷子怎么跪下了 这怎么了 这马贞跪在那儿 就冲着周中英就说了 眼睛也瞧着陈家洛 哎 我呀 是给你们这一跪 替我这师弟 谢罪来了 各位 我这个不成才的张师弟 所作所为 实在是天所不容啊 我 溃当武当掌门人 我不能够及时的清理门户 没有脸见天下的武林朋友 我对不住众位呀 这马贞说到这里抱弯共手 冲着众位这一座衣 眼睛里边含了泪了 他这么一来 大家伙心里边都围之一动 就听马贞对这陆飞青就说了 陆师弟 你把我的意思向各位说吧 陆飞青说 诸位 我的师兄呢 知道了我们这位张大人的好德行之后啊 那是气的 吃不好睡不安啊 不过呢 总是念在已经过世的师父的份上 斗胆向各位求一个情 求各位能够暂时饶恕我这个姓张的师弟 他的这条命 这个时候群雄掩望着陈家洛和周中英 就等候这两个人说话 陈家洛心想 我不能自己慷慨呀 周中英老爷子刚才把刀都横在那儿了 铁胆装 人家家产尽绝 儿子也亡命 这个事可不是个小事啊 我得等着周老英雄说话 听听他怎么办 所以陈家洛站在这儿一言不发 他眼睛瞅着周中英 周中英看到这种情况 老头子把这刀往地心一戳 哎 说实在的 要论他烧庄害子之仇 周某只要是有这三寸棋在 我就饶不了他 我不能跟他善罢甘休 他停了一停 接着又说了 可是 马师兄既然您这么说 那我就教您两位这个朋友吧 前世一笔高效 老头子一说出这就坏了 这周齐在旁边不服气啊 爹 这周齐还要往下说 周中英用手摸了摸他的头发 孩儿啊 孩儿啊 算了 算了 冤仇一劫 不一劫 陈家洛在旁边就接着说了 周老英雄今天这么宽宏大量 他冲着马路 这两位前辈 就讲了 两位前辈 我们红花会 也向周老英雄学 这就叫既往不咎 马真和陆飞青 向着众人是团团作义 哎呀 既然是如此说来 我们实时是感激不尽啊 吴臣老道在旁边冷冷的说 马道兄 这回呢 这回呢 就算了 不过 要是您这个师弟 他继续再接着威飞作歹 马道兄 您说 那得怎么办呢 马真说 他如果继续 赶威飞作歹 频道 我自有办法 频道从今往后 我对他有严加管束 我让他痛改前飞 如果他要继续做多 除非他先把我杀戮 不然的话 我第一个就要了他的命 大家伙一听 这话说到这份上 也就可以了 群雄一听 马真说的是斩钉截铁 大家谁也不言语了 马真说 现在 我就带他回武当山 我让他闭门思过 陆师弟 留在这里 帮着 一同相救 闻死当家的 频道 封建已久了 我不能跟着大伙一起效劳了 要请各位谅解 当闻死当家的拖了险 陆师弟呢 你给我捎个信来 我呢 也就放心了 我那个徒儿于于同 怎么没在这里呀 陈将洛说 唉 十四弟跟我们在黄河边失散了 后来听说他受了伤了 有一个女子相救 至今不知道下落 一等救出四哥来 我们马上就去探听他的消息 道爷 您尽管放心吧 马真说 我这个徒儿啊 人是挺聪明 可就是有点少年狂放 不够稳重 陈将家的 您多多的照应 多多的指教啊 陈家洛说 您这把话说哪去了 我们兄弟之间是患难相助 有过相归 都是跟亲骨肉一样 十四弟 精明能干 大家是极为器重的 马真说 今天这个事儿 贫道实在是感激不尽啊 陈当家的 周老英雄 吴陈道兄 和各位先帝 将来要是路过湖北 务必 请各位到武当山上 盘欢 小住几日 大家会一听 好好好 于是马真 对这张昭仲就说了 怎么着 你还想在这儿待着吗 走吧 张昭仲这个时候一看 自个儿 那把宁碧剑的 已经被洛冰插在了背后了 刚才那个剑不是掉地下了吗 现在他再一想找那剑的时候 一看没了 往周围的人群里面一看 呀 我这口宝剑 怎么在落冰的背后啊 这是宝兵器呀 他舍不得呀 这事儿张昭仲心想 这个剑要他背上 我还不好要了 这事儿 你说我要是要 他要说不给 现在周围都是我的仇人 谁能向着我呀 干脆吧 走就走吧 牙齿一咬 掉头就走 马贞和张昭仲两个人 一起下了山了 他们走了之后 大家伙儿 这才问起陆飞青 说陆爷 这么长时间您没露面 这些日子您都上哪儿去了 这陆飞青就跟大伙儿讲了 原来呀 他在黄河渡口 和群雄师赛 寻找李渊子又找不着 他心里想 这李渊子是个官家的小姐 为人又伶俐 又激进 绝不会有什么凶险 眼前的关键 就是在张昭仲这个身上 这个人实在是本派门户的羞辱 所以他南下湖北 去请大师兄马贞出山 赶到了北京一问呢 得知张昭仲已经到了杭州了 所以他和马贞两个人又匆匆的南下 这么几个转折 因此就落在了红花会群雄之后 他这么一说 大家也就明白了 众人一边谈着一边走 走下了山来 陈家洛对着王文阳 和韩文聪就说了 二位请便吧 咱们再见了 王文阳当时已报万 陈当家的 再生之德永不敢忘啊 今天亏了有你们来了 要没有你们来 我这条老命 就让这张昭仲 把我给活埋了 陈家洛听到这儿 嘿老爷子 你也不必感谢我们 我们也有对不住您的地方 王文阳说怎么的 怎么还有对不住我的地方 陈家洛说 事到如今有两件事 我得请老英雄您原谅 您先说能不能原谅我们 王文阳一听 这什么话呀 你们救了我的命 怎么还说要让我原谅你们呢 陈家洛就这么说吧 您先说 原不原谅 王文阳说 救命之门我都报答不过来 我还有什么不原谅你们的 尽管说 什么事我都原谅 这个时候 陈家洛就把他们假扮官差 截夺玉平 挑拨他和张昭仲 比武这个事 都原原本本的给说出来了 整个这番话说出来之后 王文阳一听 这王文阳 那是老标头九创江湖的人 向来那个性格就是豁达大度 很豪迈 这次死里逃生 应该说把这事情看得就更淡了 听陈家洛把这些话说完了之后 王文阳跟着也笑了 哎呀 我说陈当家的 我佩服你 服了你了 你们这个事办的一点都没漏 居然把我都给骗了 我说你跟那个张昭仲说话 那个样子 我就知道啊 你这个统领是冒牌的 嘿嘿 真是英雄出在少年啊 我这个老头临老临老 还学了这么一招 看透了你们这招 真不容易 年轻人会办事 咱们这叫不打不撑相识 虽然我跟姓张的比武 是你们挑拨的 可是 我这条性命 是你们救的 可是通过我们两个这一比武呢 这个姓张的是个什么人 我也认识他了 你们是什么人 我也认识你们了 我愿意跟你们这伙年轻人 交这个朋友 哎 等我们正事了结了 大家伙 痛痛快快的喝几杯 说着话就到了湖边上了 他们坐船 来到了马家 陆飞青啊 就把王维阳身上锁中的金针 用吸铁石一个一个一个的都给他吸出来了 然后给他上上了金创药 这等了老半天 日以偏息 这个时候 马善军到这来报 我说 当家的 跟您讲啊 这工程啊 可是干了一大半了 估计 再过三个时辰 就完工了 您可就得安排了 陈家洛一听 哦 够快的 马大哥 您可辛苦了 现在 就请十三哥 您去监工吧 蒋四根一听 答应着走了 陈家洛转过身来 对王维阳 跟寒门冲就说了 贵局的标头伙计 我们都好好的款待着 不敢怠慢 两位 何不带着他们到西湖上 去玩玩呢 小弟我过个一两天 在专程 跟各位接风赔罪 王涵两个人一听 连连说 哎呀 不敢不敢 王维阳那个人 那毕竟是老于世故啊 一看红花会的人 出出进进 来来去去 特别的忙 心想 大概是他们正在 安排搭救文台来 亲阳自己此时要是外出啊 他们图谋的事情 如果成了功 倒也是罢了 万一要是成不了功 泄露了机密 说不定还要疑心自己 向官府告密了 所以王维阳想到这里 就说了 哎 我呢 年纪大了 受了那个金针的内伤啊 简直有点盯不住了 就想在贵处打扰 休息一天 怎么样 陈家乐一听 西厅尊便 恕小弟 我可就不陪您了 王维阳跟韩文冲两个人 有马大挺陪着 就上里面去 跟这个镖头 汪浩天 跟他见面去 王维阳约束着镖行众人 不要脱离了马摘 不许出这大门 为什么 怕被人家猜疑 这心里边 忐忑不安啊 按想 倘若是红花会 他们打救文太来 要是失败了 官府到这来捉人 发现自己 跟这帮匪徒混在一起 那我就是把西湖水都淘干净了 也洗不干净自己了 所以这个王维阳心里边 这想法很复杂 这个时候 前面红花会的众人 吃完了饭之后 各自回房休息 到了有时 小头们来报 说地道 已经挖进了提督府 前面有一块大石头挡路 正转向往下边挖呢 要绕过这个大石头 再挖进去 陈江洛跟徐天宏 分派人手 谁攻左 谁攻右 谁接应 谁断后 一一的都安排脱当了 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就是徐天宏和陈家洛 两个人商议的救人之机 这个计策 他们可真动了脑子了 挖地道 通过地道 挖进这个提督府 去救温泰来 所以这个时候 到了有时三刻 小头们又来报 说挖到铁板了 怕里面 听着动静 说暂时呢就不挖了 怎么办 陈家洛说既然如此 先停一下 再等一个时辰 等着夜深了之后 咱们再动手 大家伙就都坐在这干等啊 这一个时辰 那现在的说就是俩钟头吧 这两个小时要是有事干 那觉得一晃就过去了 没事干在这干等 且不到呢 但是 等来等去 终于等到了一个时辰了 马山君就说了 时辰到了 群雄一起而起 分批走出了大门 各自都乔装改扮 暗带着兵器 陆续到提督府外的 一所民宅汇集 这个民宅呀 就是地道的入口 这家民宅早已经给重金 把这家的住户都给迁走了 现在这屋子里边就是地道口 蒋四根一看众人都来了 低声跟说了 诸位 跟你们说啊 这一带清兵巡逻的特多 我跟你们讲 千万别闹出什么动静来 要是闹出动静来 咱们这个事可就砸了锅了 蒋四根手里边拿着这铁蒋 就在地道入口这站着 诸位 开始往下走 鱼棍而入 一个顶一个的 春雄一个个的就下了这地道 这个地道啊 觉得特别深 杭州那个地方 地势比较矮 而且水多 地层底下 含水量比较大 这个地道里边呢 有水 水深 开始到了怀子骨这 等到他们往里走 钻过了这块大石头的时候 这个泥水就更是深了 越走越深 深到什么程度 这水 骑凶了 几乎是蹚着水往前走 尽管这样 谁也不出声 走了有数十丈 到了尽头了 七八名小头目 手里边拿着火把 拿着铁锹 在那儿等着呢 一看总舵主 到了 大家伙低声就说了 总舵主 前面就是铁板 陈家洛一看 动手吧 这些重头目 马上抖擞精神 把这铁锹 一起就开始吧 不久 就把这个铁板 旁边那个石块 给撬开了 再绝 绝了一会儿的功夫 就跟这一块大铁板 整个边上都露出来了 绕过这个铁板 前边就是永道 群雄走进永道 直接就走到了 压文泰来的那个内室 到了内室 这也就是永道的尽头 一看 这有个铁闸 往下垂着 魏春华赶忙 就按旁边那八卦图的 那个机关 可是按那个机关 没想到这个铁闸 温丝不动 好像这个机关失灵了 徐天洪当时心里一想 嗯 不好 马上吩咐 八地九地 快去 守住那个地道的出口 防备敌人 另有诡计 杨诚协和魏春华 两个人应声走了 这个时候几名小头目 把这个铁闸旁边 这个石块就交给了 众人一起用力 把这一座大铁闸 愣是给抬起来了 铁闸上有铁链子 还有巨石相连 洛冰呢 这个时候 崛起这口宁碧剑 咔咔咔 几下子 把铁链子就削断了 当先第一个 就冲进了屋内 可是洛冰进屋一瞧 这心里边历史 忽悠一下子 怎么啦 一看这屋子里边 空空如也 文太来 没了 没在这压着 洛冰三番五次的失望啊 这个时候是再也忍不住了 这洛冰当时坐在地下 是放声大哭 周琦 想要过去劝他 周中英呢 一伸手把他就拦住了 别劝他 让他哭吧 哭开了就好了 他现在 积存在心里边的委屈 太多了 这个时候 陈家洛 一看室内别无出路 结果这口宁碧剑 就去刺张昭仲 上次从其中逃脱的 那个小门 那个小门是钢铁所住的 他用这个宁碧剑 砍了几回 砍出了几道缝 但是那门的后头 又有巨石 徐天洪在旁边说 我告诉你啊 这个李可秋 怕咱们劫牢 多半啊 已经把四哥 换了地方了 陈家洛说 换地方了 走 咱们干脆就攻进 他的提督府去 今天 无日无和 也得把四哥 找找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